你不是跟我妈去超市了吗 是 怎么空手回来了 这不去到那儿发现那购物袋这不没带吗 让我回来又跑一趟 得了我也别跑了 你受了 你给你妈送我 这么点路您都不愿意动啊 哎呀累死我了不行的了都快 我妈不是带了围巾了吗 带了 围巾干嘛呀 我跟你说一窍门 以后再遇到这种没带购物袋的情况 把这围巾变成购物袋 装东西就不能救急了吗 不用针线围巾变包包 您还在为购物没带手提袋 掏钱买不环保的塑料袋发愁吗 今天它就能帮到你 不用针不用线 教您把围巾变成漂亮的包包 您没有听错 这句简单几步 跨包手腕包轻松做好 继续上有方便省省 赶紧拿出家中的围巾 一起学着做吧 我们呢先准备一条大的方巾 或者是长方形的都可以 然后把两个脚拎起来 拿到手上 我们来打一个平结 好了 我们一个包包就做好了 我们之所以刚才在里面打两个结 原因是可以让它有一个收缩的感觉 然后呢有一个弧线 非常的可爱 购物时带上汤 不仅为您的服饰 增添了更多的时尚元素 而且它的容量非常的大 这是一举两得呢 刚才教您的呢 是一款大包的做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用一块小方巾 教您做一款小的手腕包 包包非常简单 你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手机啊 钥匙和零钱之类的东西 迅速把家中的小方巾也找出了 跟着我们的时尚达人一起开始吧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准备的就是一块小方巾 做法也非常简单 在我们对角的地方呢 打一个结就可以了 钉起没有打结的一角呢 跟原来我们打好结的这一边 再打一个平结就可以了 反面也同样如此 最后整理一下 好了 我们一款小的手腕包也做好了 环保从我做起 大家快来参与吧